哦 看到这里必须要给我一个赞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前辈 今天我们来挑战做一个脆皮五花肉 每次在小吃街或者美食街的时候 总能看到这个脆皮五花肉的身影 就近两年非常的火 很多吃播也在吃这个 因为它这个摇起来嘎吱嘎吱的声音就是很动听 但是每次呢我看到它那个价格就被劝退了 这么小小的一份都要二三十块钱呢 今天咱就在家里自己做 虽然家里有烤箱 但是我还是想做一个懒人版的 就是简单一点啊 用空气炸锅做 反正我看到人家网上的教程 只要是懒人版 我就立马收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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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人家用空气炸锅做出来的 也感觉很诱人 很好吃的样子 可以买了点五花肉 看这五花肉的形状还不错吧 你看它这种厚度 是不是正合适做脆皮五花肉啊 对哦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做这种脆皮五花肉 一定要是带猪皮的 猪皮就是它的脆皮 就是它的灵魂 愣睡虾果方如从讲滑脚要求 水开后煮20分钟 咱刚刚把这个猪肉给焯了一下水 我用了两条 因为空气炸锅一次最多只能放两条 看这五花肉 现在把这五花肉稍微切一些 看你的视频里面是这样子 不能把这个皮给切断 用这个牙签把这个皮给炸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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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生抽,就家里有什么料,放什么料吧 腌制嘛,反正腌制是你自己喜欢的味道就行 我就是不同了,我做出来什么味道,我就喜欢这种味道 对自己如此的有信心 弄点辣椒面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调料 就是茴香还是紫然,反正不管了,肯定是腌料里面可以用到 再搞点,13香 香啊,用刷子给它刷均匀 就是肉缝里面都要刷 我刷好的五花肉 我看有些人的教程是说要腌制的,有些他没有写明要腌制 反正我就不腌制了吧,直接烤 这样这个五花肉用锡纸给它包起来 锡纸已经包好了,那个五花肉是腌起来的 然后把五花肉皮上面的一些酱汁给它擦干净 按照道理说,是要用白醋的,你家里没有白醋,我弄点橙醋吧 那也行 刷在这个猪皮上面 接下来就是在这个猪皮上面铺满了盐,稍微厚一点 这个还是一个精细活 这一步一定要把这个猪皮朝正上方 空气炒锅只能放两条 三条放不下 200度20分钟 这个空气炒锅是什么时候买的 我当时常常买的这个 好吃也是为了减肥买的 我减肥白的空气炒锅一定正在让你增腿 好,现在把它拿出来 把上面的盐给弄掉 锡子要把它打开的 锡子要把它打开的 我闻着很香 看这个前面不错 哇,这个帮我拿掉 哇,这么多油 太油了 太油了 感觉要把它弄干净 把盐处理干净 猪皮朝上 然后空气炸锅 200度10分钟 趁现在有时间啊 锅几个大蒜 一口肉 一口酸 蒜跟五花肉也是绝配的 有点菜就好 生菜 一包 一送 因为每个人家里的那个空气炸锅是不一样 可能要多一点时间 如果这个吃做的好的话 我想下次做一个烤箱版本 也还可以了 大家都这样饿也这样 哇,真的是香烹烹耶 它炸出来很多油 看我的脆皮五花肉 看到这里 必须要给我一个赞了 现在是凌晨36分了 吃了 我感觉它的肥肉 都已经烤出来了 这边 超级脆 这有点烫 哇 看得到吗 吃一口蒜 一口肉 就是有点烫了 这个中间肥油的部分 就是一点都不腻了 它就变得很软绵很软绵 你看上面那个肥油 第二根了 感觉一下 感觉一下 听到的酥脆的声音 超级香 大家不要看到这个五花肉 都觉得它很肥腻啊 真的一点都不肥腻 因为基本都是烤出来了 大家如果有空气炸坑的话 可以试一下 就空气炸坑这样做 其实挺懒人的 挺好做的 配上这个大串吃啊 能让五花肉更香 一点都不腻 我准备的这个辣椒面 它没派上用场的 我腌制的这个味道已经够了 我想它猪猪皮 应该可以蘸白糖吃了 就跟烤鸭那个脆皮 这盘糖应该是同一个道理 但是我们家没白糖 最后一块 虽然不腻啊 但我这两节五花肉吃进去 等下健身环半个小时 做脆皮五花肉花了将近一个小时 吃的话几分钟就吃完了 不过瘾 下次我要把剩下那些五花肉 全部把它做了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要去跳健身环了 武力全开 走起 现在录我一起运动半个小时 运动半个小时 你们的游戏集 躲旧末大开了 你们的游戏集 躲旧末大开了 好累啊 看我得了多少分啊 五颗星 好累啊 好累啊 好累啊